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上 只要真正能断一切物 修一切事 念念利益别人 利益社会利益国家 这功德大了 那么这三方面 财富 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都会向上提升 世间人想求这三个人也求不到 佛门也求这三样的很容易 一点都不难 念诗 诗里有三种 财物诗 财物 别人有缺乏的 有需要的 我们不吝啬 尽力的帮助别人 罚布是别人不会的 我会 我教他 把他教会 我知道多少 我就教他多少 决定不保留 我的智慧会增长 教学有利用法 自己知道的 教一半给别人 我说怕别人超过自己 这一种心就错了 这种心是令死 是尖尖令 他的智慧 渐渐渐渐渐就没有了 到晚年就变成糊涂了 甚至于到死的时候 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了 只剩很多 与这个有关系 领法 法不一定是佛法 世间法都包括在里头 我会烧菜 菜烧得很好 他不会 我可以教他 这是法布施 法太多了 肯教别人的 这个人头脑清醒 智慧增长 临命中士 清清楚楚 明明一点都不糊涂 这是法布施 得的国防 无微布施 别人遇到困难 遇到恐惧 危惧的时候 你能够保护他 能够让他离开恐怖 这个叫无微布施 无微布施 的健康成熟 无微布施第一个 就是硕食 为什么 素食 不吃 终身肉了 对终身 行 无微布施 终身在不怕你了 为什么 他知道 你不会伤害他 你不会杀他 你不会吃他 掌扬自己的慈悲心 做到功夫 纯层 我们一般人 看不出 畜生 看得出来 这个人 这个人 心地很凶 很窝 好杀身 所以有杀气 小动物看到你 赶紧就跑掉了 这个人慈悲心 小动物看到 你很慈祥 你很慈祥 野生动物 你给他一招熟 他就到你面前来了 他不怕你 为什么 你没有杀气 人有事 特别是人生病 遭遇到困难 困苦的时候 我们就帮助他 这个说语 无微布施 无微布施里头 有财布施 有法布施 所以对于病苦 年老的老人 你能够安慰他 能够关怀他 这些都是属于 无微布施 他感恩的